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这期节目也请帮我们按赞 我们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真的非常精彩 不只是之前这次蓝白玉和的风风雨雨 现在突然发现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之中 副总统好像比较抢眼 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这一次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副手 也就是赵绍康跟吴欣盈 在这几天就从登记之后的这几天 一直到今天12月1号 占尽的版面相当抢眼 反而有点超越了他们的主帅 也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对啊 就对台湾政治来讲不是坏事 很奇怪 你忽然间发现在这一届 忽然间变成副手是主角 新气象 新气象 首先这两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 我们不要讲争议嘛 这么精彩的这些表现出来 跟过去不一样的 正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临时上阵 对啊 这两个都是临时上阵 小美星传了多久了 对不对 民众党先前传了几个 后来都不是 对对 国民党先前也传了几个 后来都不是 都是赵少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蓝白河破掉 对 那我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柯文哲真的很有诚意 怎么说 他一直想蓝白河 所以他复走一直没有准备好 真的啊 他复走一直没有准备好 是不是 那赵少康也很临时 但是我相信不是这么临时 对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第一个 国民党在先前 已经有何不成的担忧了 是 因为柯文哲民调确实比较高 柯文哲态度又一直很强硬 然后在最后 那个军瑞 军瑞酒店前两天 应该是前两天 或顶多三天 柯文哲还 还在这个造势大会上拍桌子 对 所以我要以民众党 这个总统候选人 奋战到底 在前一天 这个黄珊珊贴文 对 所以我们柯文哲已经讲了要奋战到底 难道还有人看不懂 对 这种种都会让国民党觉得 这次破绝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嗯 所以赵绍康其实事先一定已经 已经 不要说讲好了 最少已经 已经征询过 然后也知道他的意愿 是 侯友宜自己也讲了 他就是说 在登记的那就是那一天嘛 他就说我们前几天就有先跟 对 是 是 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了 嗯 嗯 那 我为什么讲说是这个 柯文哲很有誠言 很有誠言 因为柯文哲 认为最后一定合得成 对 为什么他会认为一定合得成 因为他 可以 就到最后一刻 嗯 说我做父的好了 对 嗯 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都已经讲过 柯文哲当然想做正 是 当然想做正 但是我们也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国民党是不可能让侯友宜做父的 嗯 所以他才在民调上做手脚 嗯 在这个什么误查范围 甚至还作弊 我们都举过例子了 就是要把侯友宜弄成正的 但是柯文哲不是 嗯 我们也讲过 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弹性 比民众党也小得多 对 他没有弹性 嗯 他必须要 做正 柯文哲他是有弹性 啊 所以 他才 态度这么硬 嗯 嗯 这个叫做无欲者刚 啊 我豁出去了 对 那么 呃 这个君悦 酒店那次会面 我们已经讲了 两集了吧 嗯 其实已经讲得很仔细 嗯 我再简单的这个 呃做一个总结 君悦酒店这个会 啊 是 就是 这个郭台铭 跟 柯文哲 设好的一个局 是 啊 要 让侯友宜 去他们三个人 就他们三个人 就三个人的会谈 对 要想尽办法 嗯 让侯友宜接受 柯文哲当政 嗯 但是他们也知道 这个事情难度非常高 侯友宜不太可能接受 嗯 除非他们在 二三五八号 是不是 二三五 二五三八 让你三趴嘛 二五三八号 放 放了什么迷魂汤 给侯友宜喝 侯友宜可能会签约 这也是为什么 国民党不敢让侯友宜一个人上二 二五三八 对 侯友宜自己也不敢去 是 因为变成二对一了 对 是不是 嗯 鼓起三寸不烂之舍 嗯 让侯友宜一是糊涂 打印了 怎么办 所以不敢去 那柯文哲是有弹性 到最后实在不行 我相信柯文哲愿意接受负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这么有把握 南白一定最后会合的原因 所以已经副手都没有去找 哈哈哈哈 那 我们这个也分析 分析了好几次了 是是是是 这次的破局 真的是一场大意外 大意外 对 大意外 我们就是已经讲过了 有人怀疑我 所以好像爱只是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 不是的 我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依据 就是国民党的高层 很核心的人 跟我证实了 嗯 侯友宜 练那段 这个简讯的目的 并不是要破取 嗯 他只是要 要说明 嗯 国民党 侯友宜 你为什么不愿意上去 因为是你柯文哲讲 要公开 要公开 嗯 那没有想到 这个 这段过程里面的 那一部分 是 有关郭台媒的部分 引爆了双方的冲突 是 才让这个会谈谈不下去 对 我有跟运兴讲 我说这个 结果出现之后 第二天 嗯 我认为 这个 柯文哲 可能有跟 侯友宜方面联络 哎呀哎呀 这个昨天搞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 是我 嗯 实测啊 嗯 是不是我们 再 再谈一下 或怎么样 后友宜 拒绝了 或者说 国民党这份本来拒绝了 因为国民党 已经有破局的准备了 因为赵少康已经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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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 有很确切的消息 就是 林楚音嘛 对对对 立法委员林楚音 民主党的立法委员林楚音 嗯 在当天这个 嗯 他在一场政论节目上有 有有证实啊 就是他们当天 登记的那一天 因为林楚音 已经知道 吴欣盈要 要选副总统 已经登记完了 已经登记完了 对对对对 当天登记完之后 吴欣盈到立法院 反院对对 碰到林楚音 对 林楚音就跟他恭喜 说啊 吴委员 吴委员恭喜你 那那个吴欣盈是 直接跟他说 我是 他在讲 我是今天才去接着电话 我今天早上接到电话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说 他当天早上 就是 也就是登记的当天早上才接到电话 说 要让他 请他当副总统 是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临时 是 嗯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像你讲的 这个真的都是临时上阵 那只不过因为赵少康毕竟是 在政治场里面打滚过这么久的 30年前的政治金桶 然后之后也是一直担任这个 政论节目主持人 所以一直是没有离开过政治 所以他在 他出现之后的表现 还算是非常的 就是战斗力强 一下就进入了状况 有这个助攻侯佑 可是吴欣盈的状况比较那个 为什么我们会说 这一次的副手非常强烈 他从 11月29号到今天 真的是占据了各版面的焦点 那原因就是在于说 吴欣盈盈他是美国出身的人 所以他原本是有美国籍的 然后 后来就是他登记完参选之后呢 就有这个 一开始是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李德韦 出来怀疑说你到底有没有放弃美国籍 那当然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 这个议论纷纷 从那一天29号开始一直到现在 12月1号 吴欣盈口口声声说我放弃美国籍 我已经放弃美国籍了 但是因为他一直不拿出这个 这个放弃美国籍的文件 因为像我们知道赖佩霞 他当时放弃就有立刻拿出文件 就PO给大家看说我放弃了 所以大家就一直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拿出来不就一翻两叩眼吗 一直到今天 11月29号爆出来 到今天12月1号 还在成为大家媒体的焦点 那关键就是说 吴欣盈他的态度也很强硬 他一开始说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 我不用拿出这些证明 所以大家就炸锅了 我就一直去问他 然后每天问他 然后他就只好在昨天 就发了一个脸书 说因为中选会去调查了 12月5号会有结果 所以他就说12月5号见真章 就死不拿出这个证明 一直说 中选会12月5号就会公布了 我不用拿出证明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在讨论 为什么他的态度这么强硬 然后民众党好像拿他没有办法 第一个他最早的回答说 这是美国政府跟欧之间的关系 是 意思就是说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那那个时候我听他这样讲 我是觉得他好像有点在回避 怪怪的 对所以我跟远欣讲说 搞不好真的有问题 但是我们做这个节目 对于这些不是很确定的东西 我们是不会去谈 我们上一期就有人留言 说你们的消息太慢了 现在这个吴欣盈 这个国际问题出了问题 他们可能会退选 还有 还有人讲 还有一些名嘴说是 这是课问是故意的 故意的 退路 选那个吴欣盈 将来 就是这样退下来 理所谈退下来 对 这个讲法真的是没有逻辑 没有逻辑到极点 你花1500万去登记 然后搞一个要退选 是不是 不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接着吴欣盈的这些表现 让我觉得 他应该是有 这个 应该是有放弃这个 对 就是没有美国国籍 但是呢 他的这个人的个性 就是那种公主 对 从小娇生怪养 对 他的个性造成他 做这些 做出这些反应 对 就是说 你们算什么 你们哪有资格问我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的关系 对 关你们什么事 你们凭什么问 然后接下来 他好几场跟记者冲突 对 都显现出来这个特性 对 你譬如说 就昨天吧 记者不是问他吗 你这个参选 有没有问过你的家人 他就说 你当记者 你有问过你的父母 对不对 他就会马上有这种反应 对 还说是剥削女权 他马上会有这种反应 就是那种说 你凭什么来问我 对 你凭什么来问我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对 那记者问这个 是合理的 合理的 因为前一天 嗯 他不是参加一个活动吗 嗯 他的舅舅 对对对 没有拉起他的手 动算了 他是拉起 拉起侯友宜的 侯友宜的手 说动算了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他就解释 对 就解释说 我们都不知道 对 没有人知道 就连他的叔叔 亲叔叔吴东亮都说 我们也是看电 看新闻才知道 对 所以记者才问他 这个是合理的 对对对 但是他的反应 其实反映出来一种心态 嗯 就是说 你们算什么 对 我凭什么要跟你交代 对 因为他这几个反应之后 我就觉得说 嗯 他可能还真的是 已经放弃了美国国籍 只是他在这种心态之下 他根本懒得理你 理你 对对对 你凭什么来问 是 你们都不用问了啦 12月5号就知道了 嗯 这是他脸书发的嘛 是 12月5号见真帐 你们问什么问 12月5号就知道了 嗯 那至于民众党方面 其实我认为 嗯 我个人认为 是 民众党方面是 有利用这个事情 在做一些操作 是 是 做一些操作 在炒新闻 嗯 你看这个事情 如果说是 吴欣赢当天 就拿出来说 我这个 我这个 放弃国籍 证明在这里 第二天就没有新闻 新闻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 这新闻到现在一直还有 还要延续到 12月5号 还要延续到12月5号 对 对民众党来讲 民众党如果已经知道 吴欣赢如果私下跟他讲 我确实是已经放弃了 你们放心好了 我确实已经放弃了 嗯 12月5号 然后说你看 他是有啊 你们吵什么吵 是不是 是 而且柯文在讲的话 很有意思 他说是国家 国家失职 对 中央政府失能 对啊 过了一年才在查 是 对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也是要想清楚 因为 怎么讲 别人设的局 跟你自己设局 让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争议 然后最后再来翻说 你看都是你们的错 这个给社会的大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开始大家就说 吴欣赢当过立委啊 照理说他应该没有双重国籍啊 可是各位要了解 你在当立委的时候 他是采信任制 他给你一个表格给你勾 你如果是勾 我没有我未取得外国国籍 那大家就会相信你 那你就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但如果你是勾 说我已放弃国籍 这个时候立法院才会去追踪 你有没有放弃跟你要这些资料 可是因为当时吴欣赢他是勾 我没有取得外国国籍 各位要 我刚刚第一开头就讲了 他是美国人 他外国出身 美国出身 他是美国人 他不应该勾 我没有取得外国国籍 他应该是勾 我放弃国籍 可是他因为勾了那个 我没有取得外国国籍 所以立法院也不会去查 因为我们是信任原则 但是你一开始 并没有做这样子的动作 你给了大家一个误导 你之后才来说 你看吧 为什么你们不去查 问题是本来就 立法院又不是调查局 怎么可能去查 不可能 那 好 OK 我觉得有这个问题 也疑问也没有关系 那 人民有疑问 你就好好回答就好 你不愿意回答 你用这种比较高傲的态度 或者说 反正12月5号 中选会就去查了 他就会有结果了 这会就给人家感觉是说 你是故意落了一个这个空 让所有的民众在这个12月5号 这个过程中 一直悬在那边说 你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然后引起社会的一些争议争论 然后当然是炒高了你自己的流量 跟声量 可是问题是 你会造成社会很大的动荡跟不安 跟大家一些争议 然后到最后一翻两盾眼 你看吧我有 都是你们这些什么 国家机器 侧翼名嘴在这边炒新闻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厚道 假设真的是这样子的发展结果 这个厚道跟厚道不厚道没有关系 这完全就是根据这个选战 民众选择的策略有关系 吴希盈的声量之外 最近这个赵少康 他的声量也蛮高的 甚至有盖过这个侯友宜的感觉 我们早就讲嘛 对 宣布侯康配之后 我们就讲 赵少康战力很强 对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呢 他会 backfile 嗯 因为他 他会 他会有些很多事情会 盖过侯友宜 甚至于给侯友宜带来一些 比较难以面对的状况 对 像他最近 事实上是这样的 已经发生好几个了 好几次了 对 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他自笔赵子龙 他说我是赵子龙 冲锋陷阵 怎样怎样 那网路就是开始算 那你的意思是侯友宜是阿董啊 就会有一种 这个网路做这个 做这种 推论吧 还是怎么样 这个其实是不公平的 赵少康讲的这个语意 是很清楚的 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 因为是民进党的这个总干事 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潘孟安 说侯友宜找到赵少康之后 就变成傀儡 对 是有前面这一部分 变成傀儡 赵子龙才 赵少康才说 赵少康才说 他不是傀儡 他要表示他不是傀儡 因为他姓赵嘛 他就很自然讲成赵子龙 他就说我是侯友宜的赵子龙 这个语意很清楚 我是侯友宜的赵子龙 然后网民就把他曲解成 侯友宜是阿董 不是 不是 他说 后来赵少康讲解释 他说我是 等于是在帮刘备 是 他的语意是这样子 他就是形容侯友宜是刘备 他是赵子龙 帮他冲锋陷阵 他还讲的是 两肋踏刀 致死无悔无怨 对 他的语意是这样子 这个是没有错的 如果说硬把侯友宜 比成阿董 这是很多人 因为侯友宜在 选举出奇的时候 他的脚步有点乱 然后是真的 而且友宜度非常低 那个民调非常低 对 然后在好几个场合 都被人家讲成草包 小 对 都讲成草包 现在就很自然把它形容成 扶不起他阿董 这个脉络是这样子 但是侯友宜是不是草包呢 不是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不是草包 他绝对比我们都不是草包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 侯友宜做过新北市长 副市长做了八年 现在又做了新北市长 他怎么会是草包呢 对不对 当时他民调低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 他不可能这么低阿 现在 现在就出来了 对阿登记过后 这个民调确实是 对 他的民调是 雕高 然后柯文哲就 往下掉 侯友宜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些政治人物 跑到这一步 跑到这一步 都不是草包 都 我们都 比他更草包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阿 而且加上 你看侯友宜那天在台南 台南那个场子 肇事场合 对 我真的是耳目一新 他的台语讲得非常好 台南的场子有一个 一个天王叫什么 蟹龙戒 叫做蟹龙戒 他的台语 他已经是很厉害的 对 众所周知 但是我觉得侯友宜的台语胜过他 这个蟹龙戒的台语 跟赵超康一样 战斗力十足 杀气腾腾 嗯 侯友宜不是 嗯 侯友宜潜持用具 然后他那个音调 真的是 我 最起码我很有感 我当天就跟运行讲 我说侯友宜的台语讲得真好 那侯友宜 最近一些讲话 也跟以前就不一样 嗯哼 是不是 我们其实在很早的节目有讲过 他起步的时候确实是 对 颠簸 你有错 他可能自己的时候不是说很有信心 对 居然受到徐晓星这些人的影响 他们出来之后三强之后 就是说包括所有的支持者回笼 副手出来了 那加上这两个副手 真的是非常的活跃 吴欣盈跟这个赵超康 不管是对主帅有什么样的影响 确实是拉抬了这个彼此的声量 就是他们的声量 比如说民众党声量也提高 然后国民党声量也提高 这个吴欣盈跟这个赵超康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的 赵超康的声量是主动的 吴欣盈是被动的 吴欣盈是不小心 大家才发现他的个性是这样 吴欣盈是被动的 对 然后这几个 副手通通出籠之后 我觉得 我认为 侯友宜 侯康佩 找到赵超康 是加分最多的 其次 是这个赖清德 找了这个小美琴 其次 最糟糕的 就是 这个吴欣盈 在民调上 他是下跌的 对 表示一点都没有加分 还有扣分 对 因为今天也出现了一份 这个美丽岛的最新的民调 那个赖清德 是有一点稍稍往上 37% 然后侯友宜是持平 大概30点多 可是柯文哲又掉了一点点 他本来是18.2 今天到了17.5 今天也是礼拜五了 就等于是已经登记完的一周 整整一周了 所以 新做出来的民调 已经是新的这一周的民调 已经跟上个礼拜没有关系了 所以 就是说你复首出来之后 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 就是从上礼拜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这样子的开口 所以就是说 各自努力啦 到底说 复首能为主帅加分多少 或两个人可以互相合作 冲下什么样的成绩 真的都是要继续努力 有一个观察点 观察点是什么 12月5号 到底 民众党能不能翻过来 就要靠这一招了 这一天了这样子 对 不管怎么样啦 我觉得 选战就是这样 就像你讲的 我会觉得 做人道理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问题是有时候 选战真的就是 没有在跟你讲道理 你这个选战 从开始打到现在 你有看到什么做人道理吗 对不对 真的就是 站在自己的利益造像 这就是我讲的 唯一的标准就是胜选 不择手段 是 就是这么回事 好啦 反正作为 我们作为人民的人 就是好好的投票 投向你神圣的一票 你觉得谁 真的让你觉得 可以对为台湾做事有贡献 那就投他 就是这样子 好啦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的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喜欢这集节目 请记得按赞 也要回顾过去的影片 谢谢 下次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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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